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可伤害人家的孩子呢 鸡蛋虽然是不能孵出小鸡 但是它不能孵出小鸡的话 并不代表它整个的鸡蛋里面的结构和架构的分子组合 并不是说它是死的 死的石头能孵出小鸡 它还是活的啊 蛋白就是肉 鸡蛋黄就是骨头 所以小鸡出来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啊 要求高的连鸡蛋都不要吃了 哇 多亏我已经许愿不吃鸡蛋了 否则鸡妈妈会来找我的 好了 师兄们 下面呢我来分享一个 自己念诵白患佛法 让自己身体状态变好的事情 我是一个怀孕31周的孕妇 怀孕过程中一直念经 自己跟孩子的身体状况一直都还很好 前几天去快递的时候 没想到东西太沉了 自己拿的时候有点吃力了 晚上突然发现有点出血 虽然不严重 但是持续了快两天 自己就有点担心了 一天的时间都在卧床静养 自己精神状态也不好 浑身无力 小福也阵阵发痛 因为自己实在全身无力 状态不佳 这一天就没能念诵功课和小房子 但是在默念菩萨圣号 到晚上的时候觉得状态好些了 但是特别想念白化佛法 就连续念了三篇 刚开始力气不足 念得比较吃力 到第三篇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正常了 而且念完之后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当时就感觉是菩萨加持了我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白化佛法的能量非常大 所以希望其他师兄 如果身体不好 或者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可以坚持念诵白化佛法 奇迹真的会发生的 菩萨真的时刻加持保佑着我们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红台长师傅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哇真好 听了这些分享真的让人非常感动 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灵验诗迹 和法喜的分享 好 那接下来 让我们听台长师傅 给我们讲一个小笑话吧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笑口常开 法喜充满 说一个笑话 在农村有两位老人 一个叫老刘 一个叫老赵 他们上山去采蘑菇 这个时候老刘就说 你要当心啊 新鲜的蘑菇啊 这个颜色越鲜艳啊 它有毒性的 不能吃 老赵说 嗯 那么我们先给狗吃 看看有没有事 结果这个狗吃了很多 摇头摇尾的就出去了 他们一看没事 两个人把蘑菇全吃光了 老赵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说 哎呦 亲家呀 狗死了 把老刘 把老刘吓得了 赶紧把准备好的肥皂水 最肮脏恶心的水 全部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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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喝下去 然后拼命的 然后拼命的让自己吐出来 吐得死去活来啊 刚刚缓过来一点之后 他向自己的亲家问 老赵 狗死的惨不惨呢 他的亲家说 哎 死的可惨了 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了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了解了别人之后 才去做决定 当你怨恨一个人 你自己要想到这个人也不算太坏 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样呢 自己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自己 你的脖性会让你发现 你让别人感到有罪很痛苦 其实你自己并不快乐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你用罪恶毒的语言骂了老婆了 他气得在那里哭 难道你很幸福吗 实际上要懂得 佛的智慧就是宽容 我们能够原谅别人 实际上自己就得到原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